爱多美是一家值得让人信任的公司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从99年开始筹划这个网络购物平台事业 2000年正式开始营业 全称为Internet Mart Korea I am Internet Mart Korea 虽然创建了Internet Mart Korea这个网站 但不足之处是 我们能遇到愿意为我投资的人 如果能遇到一位愿意为我投资的人 也许我们已经是韩国的阿里巴巴了 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爱多美 大家也不会遇到我 这样看来当时公司倒闭是一件好事了 你们真的是不看别人经历了多少磨难 无论经营何种事业 都要走在时代的前沿 因为时代是不断变化的 只要我们时刻快时代一步 那么时代会渐渐向我们走来 事实上想要取得成功真的是很容易的 虽然取得成功的人并不多 但只要知道成功的法则是很容易取得成功的 越富的人越容易赚钱 而很多赚不到钱的人天天为生活而辛苦奔波 这些人甚至一生都活在失败当中 叹其原因是因为没有走在时代的前沿 只要大家时刻找时代一步 时代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 学者们的一致见解是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 从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 从第三产业又向第四产业发展 现在是第四产业的社会时代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自身竞争力 若想要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我们刚才说现在第四产业社会了 对吧 第四产业社会被称为超连接社会 Hyper Connected Society 大家要紧密连接在一起 现在都是通过组建紧密的联络网来赚钱了 智能手机终端设备 通过销售Galaxy系列手机来赚钱 那是一种将人与人信息与信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一种事业 现在是通过相互之间的紧密连接来赚钱 所以被称为超连接时代或者叫高连接社会 大家现在是要朝哪个方向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呢 同学会 多少朋友 大家要时常的考虑 维系的关系网 是否可以让自己赚钱 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人际关系 是让自己赚钱还是赔钱呢 对于让大家赔钱的关系网是一个让人讨厌的组织 像有些前辈或者朋友这些人 只有在需要朋友掏钱的时候才会联系对方 像建立这种交际圈是赚不到钱的 是属于消耗自己的一种社交网络 所以不要盲目的建立关系网 要准确判断是否可以让自己赚到钱 大家现在有自己的关系网 只要手中有一台智能手机 可以与全世界取得联系 但是问题是 大家是处于最边缘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说的终端 大家手中的智能手机被称为终点站 是被称为终点的东西 而不是中间 那么想要赚到钱 是不可以待在终点的 终点的位置只会消耗大家的财产 要处于终点的位置 举个例子来说 终端是如何连接的呢 我们假定这里是枢纽位置 像KT SKT这些都被称为枢纽 枢纽连接着这些终点 像这些位于终点的人越忙 钱就越往枢纽处移动 对吧 我们将来迎来一个只有枢纽 可以赚到钱的社会 如果只处于终端的位置 是赚不到任何钱的 有人觉得智能手机的出现 我们正在走向信息化社会 事实上正在向着终端靠近 在这个位置越努力 越消耗人们所拥有的资产 但如果只在终端位置 努力生活着 那么最终将会是一团糟 所以大家要努力 向枢纽位置靠近 大家看 以前我们去市场的话 去小区市场的话 会看到米店 衣服店 鞋店 小菜店 文具店 像这样的店铺有很多 以前的市场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从两米店的角度来看 他在小区当中处于向这些人 为周围人提供大米的位置 那对于米店来说 这些店铺都是处于终端位置 对吧 就像这样一个布局 同样的道理 鞋店对于其他店铺来说 也是位于枢纽的位置 所以鞋店老板也是这样 向周围的人销售鞋子的 对吧 从这个角度来看 米店是处于枢纽的位置 但是从鞋店的角度来看 米店处于终端位置 对吧 在以前这些店铺 都是同时扮演着枢纽与终端的角色 所以数千年来 很少有店铺倒闭的情况发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这个位置 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枢纽 是什么进来了 注入了一家大型超市 那么米店会不会倒闭 当然会倒闭 同时 衣服店 鞋店 还有学生用品店都会倒闭 大型超市在这里成为小区的枢纽 周围其他店铺都变成终端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大家可以看到 位于枢纽位置的店铺当然是生意兴隆 虽然生意兴隆 但确实存在着两个问题 问题一 进入这里的钱 很少再流通出来 因为这些人 他们已经生活的很富有 需要消费的地方很少 比如家中已经有五辆私家轿车 如果再有资金入战 会不会再去买车 他们会不会觉得麻烦 而不再去买新车 所以汇集在这里的钱 无法流通出去 也就无法促进经济的发展 位于终端位置的平民们 将钱都消费在枢纽处 而富裕们却不再消费 这样一来处于让终端位置的人们 失去了可以赚钱的机会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位于这里的人们 渐渐会变成穷光蛋 如果位于这里的人 生活一日不如一日 那么以后还会来这里消费吗 不会 因为没有钱去消费 那么这里最终会不会倒闭 会倒闭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成长极限的位置 销售额渐渐的降低 所以现在人们需要逐渐将它 向良性循环方向改进 在这个位置不只是有大型 超市 同时也进入了一个大型网站 一个很大的网络平台业务 这时周围人纷纷涌向这里 对吧 树纽未知的店铺疯狂的赚钱 而位于中端的店铺 渐渐失去赚钱的机会 位于这里的平台商户 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存在怎样的问题呢 对于消费者们来说 在这里挑选商品真的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 输入一个产品的名字 会有上百家店铺来出现 如果选择价格最低的产品 担心价格低廉品质无保障 但是在选择低价 还是中间价之间的犹豫不决 对于中以产品贵有贵的理由 来说服自己挑选了一个 价格相对比较贵的产品 这对于进入这个网站 进行消费的人们 是一件又烦又累的事情 但对于购买的产品评价怎么样 对自己购买的产品很满意吗 在这里买的衣服 大家真的经常穿吗 即使去百货商店试着穿 买衣服接近一半的衣服 也是就一次就不穿了 那么去网上买的话怎么样呢 大部分的衣服买回来也不会穿的 像家庭生活用品这一类的 因为不好用而被丢弃的情况 是数不胜数 比如说在这里购买的产品 百分之五十 是成功的 是令自己满意的 也就是说百分之五十的购物 是失败的 这相当于花费了自己所买产品 两倍的价格 对吧 事实上 他们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 首先是让人很有压力 时常纠结应该选哪一种产品 所以针对这些问题 应该努力去解决 接着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 虽然说产品是可以与消费者直接接触 但是因为供应商太多了 事实上自己可以赚到的钱很少 但如果不将产品销往这里 那就没有任何的销路 但进去之后发现很多供应商都聚集在这里面 实际上自己销售的产品没有多少 只能缩小生产量 少量生产会降低成本 还是加大成本 成本提高 所以对供应商们来说 同样存在着很大的竞争 同时消费者们在产品选择方面 也有一定的压力存在 这是网站销售所存在的问题 如果这种系统被淘汰会怎么样 那么会促使网络平台业务的诞生 可以理解成是向下一阶段 即网络平台业务方面发展 因此出现了爱多美网络购物商城 像我们爱多美在网络购物商城 现在有五千多种的产品 还有上万种产品等待着上架 所以位于这里的所有的产品 会不会出现在爱多美 在网络购物网站中呢 当然是百分之百出现在哪里的 但是在这里 购买产品对大家没有任何压力 因为产品物美价廉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PV点数 这也相当于是在经营事业了 所以在爱多美不是 只有这些人可以成为富翁 因为通过PV将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 重新返还给消费者 这让消费者们也渐渐的成为了富翁 接着他们可以继续购买产品 像这样实现一个良性循环 如果消费者们不断将钱投入这里 人们的消费水平就会不断的降低 那么位于这里的商场也会逐渐走向灭亡 如果这个系统运营失败 那么最终只能转向这里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 大家是否可以成为树纽 我们将爱多美看作树纽 因为大家要购买爱多美的产品 所以是处于终端的位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 大家可不可以创造出新的终端点站呢 当然是可以创造的 像这样重新创造出终点站 将爱多美作为枢纽的时候 我是处于终点的位置 但对于其他位于终点位置的经营者来说 我是处于枢纽的位置 接下来这个人在建立新的终点 这样不断的向外延伸 我处于这个庞大的组织 以及名叫爱多美的供应商之间 扮演着可以领取奖金的重要角色 在这里人们像沙利一样 紧密地聚集在一起 有没有忠诚度呢 只要有更便宜的地方 就会另寻他家 不管怎么样 哪里便宜就去哪里买 对吧 没有任何的忠诚度可言 但是 这里怎么样 来过一次 既可以赚到钱 也可以去经营自己的事业 那么在这个市场当中 大家既扮演着经营者的角色 同时也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 因为在这里可以赚到钱 来到这里买过商品的人是不会再去这里的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Magnetic Board System 这里很多人都因为听说这里产品物美价廉就纷纷地涌来 并且向周围的朋友推荐产品后还可以拿到奖金 这让消费者们像磁铁一样黏在这里 这样一来就没有理由再回到这里了 人们渐渐从这里涌向这一边 我们是在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前做好准备 目前位于这里的这些人 以后会不会来到这边会聚集过来的 那么如果大家提前抓住机遇 那么最终一定会取得事业的成功 现在处于一个高连接的社会 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超连接的社会了 大家现在是为了能与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来到这里的 我们下期再见